天主教澳門教區首目李賓生主教 12月24日晚於主教座堂 主持聖誕前夕止夜彌撒 李主教引用當晚的讀經指出 平安夜最重要的音訊是 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而誕生 也象徵了我們可以成為天主的子女 是一個充滿愛的音訊 主教提到 在現今充斥殘酷和不公義的社會 世人不禁懷疑 為何天主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他認為無論發生多少不公義 無愛的事情 天主都會繼續愛我們每一個人 他表示 耶穌為我們誕生 是說明了天主愛世人愛到極點 是一份很大的鼓勵 因此我們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主教強調 天主的愛是為他人的善而付出 無論思、言、行 都是無私地為他人的真、善、美而出發 也只有這份愛能夠治癒世人心靈的創傷 孤單、家庭及社會的破裂 也是現今社會最缺乏的愛 他重申 耶穌為愛世人而無懼誕生在馬曹 在一個貧困的地方 在一個不被接納的環境裏面 更接受我們的軟弱和罪犯 也繼續愛護並照顧世人 因此世人不要害怕失敗之餘 更要學懂關愛身邊的人 我們很多時候現在 我們失去了自己的信心 我們自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對我們經常都自怨自艾 怨天猶人 而你會發覺我們經常都在哭 為自己而哭音 希望耶穌基督這個小嬰孩的誕生 為我們而誕生 希望我們的眼淚 不要經常為自己而流 希望我們的眼淚 是為了他人的痛苦而流 他提醒教友福傳的重點 我們剛才去講福傳 我們要講在街上傳播福音 講福音不單止是 講給人聽關於耶穌的故事 而且但是最重要的福傳 就是我們要講出耶穌福音裏面 帶給人間的溫亂 帶給人間的愛 而不是只講耶穌的故事 而是講耶穌如何將他的愛 給到我們 主教最後寄予交友要擁抱小耶穌 謹記他為世人的罪得到赦免而誕生 讓我們能夠度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跟他講耶穌 你 你